大家好 那么在这个系列课当中啊 我们就要来一起学习一下 怎么样用一个深度网络模型啊 帮咱们去做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说让我的神经网络帮我生成一个诗歌 给我写手诗 给我写手诗也行 给我写个剧本啊 或者是写个动漫啊 写个剧本都是可以的 那其实啊这些原理啊都是类似的 咱们这些课主要分成三个模块吧 第二个模块会先给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个地规神经网络 也就是咱们现在看的这个rn 而地规神经网络啊 一个基本的原理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地规神经网络进行一个升级 升级成啊这个lstm 就是带记忆和遗忘的那个神经网络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用这个lstm啊 就是当成我们的一个核心模块 使用tensorflow啊 咱们的一个主体的框架是要用tensorflow去做的 大家不要担心有没有一个gpu的问题啊 咱们今天这个课的练习啊 其实并不需要一个gpu的环境 我们只需要处理一部分的文本数据 然后就可以就是一部分唐诗数据 我们就要训练一部分唐诗数据 然后让这个网络啊会做唐诗就可以了 所以说啊咱们计算量并没有那么太大 用一个cpu的模型啊 用就是用一个cpu啊去跑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就是咱们这节课的一个核心 以后呢就要按照这样一个顺序啊 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以及呢咱们一个实战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